他们就是因为在宪法诉讼法 或者在宪法的主战场上 讨不到便宜嘛 所以现在开始 改用恐吓威胁的方式 是什么呢 就是罢免 我们可以看到 真的开始又搞罢免 而且很好玩 他们又去罢免黄红卫 罗廷伟 还有李燕秀委员 我心里想 这跟他们的主诉求 宪法诉讼法 是有什么关系 而且为什么这三个人 怎么挑的 我在想 可能陆续增加当中 其实他们有搞一个 那个就是罢免网站 然后你去看那个罢免网站 很好玩 还有全国 北部 中部 东部 原本有南部 南部不见 为什么 因为南部没有绿维 左水溪以南 云林只有一席 丁学忠 是国民党的 再来都是绿的 全绿的 因为部分区不能罢免 所以不能列 他们现在哼得牙痒痒的 说为什么部分区不能罢免 那我建议他们 要不要也提个修法好了 以后来罢免部分区 好可以 其实我同意 我其实我同意 我觉得部分区也是可以罢免 没有说党义就最大 对不对 党义也是要受民意监督 不过我是这么建议 如果他们真的要这样改的话 那就赶快开放 把单一选区改成复数选区 如果不要改成复数选区 请把大选区改小选区 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说真的 那个当时林毅雄 这个一投热 其实也不投热就算计 一啪下去 哪有这么多人口 只要一洗 然后你还没有两院 你又只有一院 一院制又搞混合制 其实当然这一般老百姓不懂 但我相信我每一句话 应该委员都听在心里面 都很有感受 虽然委员读法律 我读历史 但我从历史来看 我是觉得荒谬自己 确实 就是这种共和还可以要吗 我都快疯了 其实看到我们制度 我是心里是满目苍仪的四个自身 才能这样形容 好吧 不然就罢免 来我们看一下李彦秀罢免 你看他们还真的搞了一个有名有样 其实他们搞了一系列的 然后都粉砖风格都长得超像的 可是你会知道 他们现在还找这些人出来 拿个几个牌就开始号召志工罢免 这个志工会不会从基隆一路罢到台中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反正目的大概就是想要 发动全国大罢免 对 然后现在出现的区域 据说在瑞光路 然后我们那个企划就说 瑞光路就是媒体地区 会不会早上绿媒上班 晚上绿媒志工 就绿色志工 这么方便的吗 不过我觉得媒体朋友也是辛苦 就是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千万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 好不好 OK 那来推动 所谓的双北六区不适任的立委大罢免 那游淑威就呛啊 罢免李燕秀就是空包弹 根本在作秀 所以这些出现在瑞光路啊 南港内湖啊 瑞光呢都是办公大楼 也很多媒体业啊 所以他高度怀疑啊 就游淑威怀疑啊 就作秀给媒体看 就是今天来这边举牌 我高度怀疑搞不好 里面就是绿的人 你想 民事三立 每年领十亿 十亿亿的政府的预算 今年你们领不到了 明年领不到了啦 通告费还要再加 我告诉你 就等着通告费跟我们一样 没有啦 但不管怎么样 我就讲一个实话话 就是说 这个罢免 把它夹杂在 所谓的宪法诉讼法的里面 这个不是公民诉讼 这是恐吓诉求耶 就反正你不听 我就罢免你 这种事吗 你不是讨论你是说 反正你不同意我 你不执行我的 这些少数人的意志 我就要发明 可以这样恐吓吗 这公民运动可以这样玩吗 其实现在台湾的公民运动 就是越来越政治化 只要 就是我这边我要讲就是 我尊重所有公民团体 走上街头表达自己意见的 这个集会游行自由权 那么这是人民的这个基本权利 那么当然每个公民团体 它都有自己的诉求 可是如果说这个诉求已经高度政治化 而且甚至走到最后是越来越模糊焦点的 又跟这个罢免的活动是在一起的话 其实真的要质疑这些公民团体 他们抗议的目的到底为何 如果说他们今天是要发起罢免的话 那当然就是应该要 不要就是打这A旗席又来做B旗广 对 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 这个是很糟糕 很不应该的事情 那么今天 所以这个就补问一个问题 那我们讲到这个罢免法的修正 目前状况 对 选霸法的修正 那么这次其实国民党这里其实也发现 就是选霸法里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尤其从上一次的谢国梁市长被罢免的事件开始 我们大家就有在讨论对于选霸法的修法 那现在在国民党团这边其实提出的 选霸法的修法的方向大概有两个 那第一个就是未来如果说提罢免的话 就是联署人要减负的是国民身份证的赢本 对 因为在总统的罢免 也是要减负国民身份证的赢本 那么在公职人员的这个罢免 竟然不用负这个身份证的赢本 这个事实上就是造成过去有很多都是假民意 也就是这个用假的人头啊 或者是用这个 在其他活动拿来的来抄 对 做很多的这个虚假的这个联署 或者那个党员名册就拿来抄啊 对 甚至有的时候抄的都是人家 就是有些联署人家已经过世了 就都竟然名字还在上面啊 所以就是要将罢免的条件 然后是规定的比较严格一些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罢免的 这个能够通过罢免的条件也提高 那我们现在还是维持就是罢免是 等于说四分之一 25%嘛 25%的人民如果是投下这个罢免同意票 而且同意票是高于不同意票的话 那就通过这是现行的规定 那未来我们提出的就是说 他的罢免票要高于原来这个当选人的得票数 多一票 这个这一次会一起吗 还是会下一次 这次会 这一次就加进去了 对 就加进去了 我让他给委员鼓掌 因为我一直很关注这一件事 也就是不能够让少数人的罢免的意见 罢免票数是高于多数人所支持的 当时的这个当选票 就少数的罢免票 不能够去凌驾到多数的当选票 对 那么这个是在选罢法 这是修法的最重要的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要减负国民身份证的影本 让整个的罢免联署更具有正当性 没错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让罢免的条件变得更为严格一些 人家是维持这个罢免的同意票数 就是达到25% 而且呢就是罢免的同意票 要高于当时的当选的票数 就25加1的 25加1 就25%门槛 然后另外就是多一票 多一票 其实这个他们一定会说 这叫修载修演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修载修演 而是针对民意的再次复合 合理嘛 是合理 对嘛就复合你的民意嘛 否则的话你现在这样玩 那还有一个是 大家都讲到罢免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他提早开始联署 这部分要怎么来做 还是说这次比较没有针对这一块 我们没有针对 就是说提早开始联署的部分 可能也是有委员有提 只是说这个可能没有在 我们接下来要去 因为这件事我上礼拜有问 那个民众党林郭成委员 他是有讲到是说 这个可以来研你这个方向 其实这个方向相对来讲是技术问题 比如说所有的罢免的单据 要从中选会统一列印的话 就是日期到中选会就让你申请 申请之后会有一个专属的符水印 对 那你是不是你就不能偷写了 那他们一定会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先写 然后再把符水印附印上去 那那是验得出来的 没错 那如果你看符水印就印在里面的 跟你后面加印上去 那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这样子 其实这个就变成中选要不要做 如果中选要做 那这个就完全你没办法造假 因为你一定得当天 你等到符水印出来 你才知道符水印长什么样 那每一次符水印 就用机器用AI去生成 现在AI这么简单 甚至可以怎样 甚至可以说 比如说请印请领 或者是 其实我觉得现在罢免了 要罢免团体自己出那么多钱 本身如果我们的门槛变严格了 其实这个费用应该让中选会来出 为什么 因为这个符合公民运动 但是问题是 比如说你要印 中选会统一印啊 只有中选会能印 可是你可以免费拿到 你就去中选会债 那这样我又没有 你看你罢免你是公民运动 所以我不让你出那么多钱 你不用自己 因为影印费很贵 我认识那个霸3Q的发起人 阿文 我不知道委员认不认识 他是真的一个很老实的人 然后他说他们当时 为了搞这个印这个 然后还要搞面包车去载 要花很多钱 一个小小的立委选区就搞死人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方法 主要还是我们中选不愿意 我觉得我们中选会 也是态度失职 其实我们一直在提倡个概念 认为说中选会以后 要做个选举履历认证 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食品 都要有履历 生产履历认证 那我们的选举难道不应该 也做到这样的一个履历认证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印选票 然后发选票 到最后的开票 一关一关的上报到中选会 他其实都应该要有一个 可以认证的一个环节 然后让人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这个在开票的时候 可能开票状况是如何 然后这个之后上传到 各个什么县市政府的选委会 由县市政府选委会 再上传到中选会 他每一关每一关 都应该要有一个认证 对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人民认为说 我们整个的选举制度是透明公开的 那现在都是黑箱作业 对 它很多的资料 其实并不公开的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闻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敷屏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